真神拯救世人的救恩,本身就是一个奥秘。 因为神太伟大了,我们人那么渺小,还有神那么圣洁,人那么误会,神那么尊贵,我们人那么卑贱, 我们怎么可以被拯救呢?所以神的救恩,保罗说是一个奥秘。 在基督里面,我们外邦人蒙拣选,成为一个身体,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 那神的救恩要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 圣经说要透过三个圣礼来拯救我们。 圣礼这个字本身就是奥秘的意思。 所以人没有办法用理智去明白去解释。 超过我们的想法。 超过我们的经验。 我们只能用信心,凭着信心去接受。 第一个圣礼就是洗礼。 在主耶稣的保血里面,透过圣灵的见证,去活水,把罪洗干净。 感谢主今天早上,九位新受洗的同龄受洗归主耶稣名下。 本来说要下雨的,要很大雨了。 但是主耶稣把那些下雨的云吹走了。 把风也停止了。 也让我们九位在天气很好,很平安的之下,接受了洗礼。 按照圣经的记载,要接受第二个圣礼。 第二个圣礼就是洗脚礼。 也是跟我们的得救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现在, before the feast of Passover, when Jesus knew that his hour had come, that he should depart from the world to the Father,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in the world, he loved them to the end. Verse 2, and supper being ended, the devil having already put it into the hearts of Judas Iscariot, Simon's son, to betray him. verse 3, Jesus knowing that the Father had begun all things into his hands and that he had come from God and was going to God. Verse 4, rose from supper and laid aside his garments, took a towel and girded himself. Verse 5, after that he poured water into a basin and began to wash the disciples' feet and to wipe them with the towel with which he was girded. Verse 6, then he came to Simon Peter, and Peter said to him, Lord, are you washing my feet? Verse 7,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him, What am I doing? You do not understand now, but you will know after this. Verse 8, Peter said to him, You shall never wash my feet. Jesus answered him, If I do not wash your feet, if I do not wash you, you have no part with me. 这一段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段对洗脚里的记载。 有人说了,为什么那么重要,别的地方没有记载。 我们的回答是,圣经的话,句句都是真理。 就算记载一次,也是神要我们去留意,去遵行的。 有基督徒说,这个洗脚里是犹太人的风俗。 我们基督徒是外邦的,不需要跟着这个来做。 但是我们的答案,从圣经里面看,主耶稣证明了这个不是封锁。 还有从彼得的反应,这个不是一个风俗。 因为在犹太的风俗里面,是有洗脚这回事。 但是大部分呢,是自己洗自己的。 不会去洗别人的。 除非你是父母,洗baby,洗小孩子。 或是你是一个没有身份的,很卑劲的奴隶。 那是需要替主人去洗脚。 但是彼得知道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真神成为肉身。 耶稣是基督。 又是老师。 再怎么样,都不应该耶稣来洗我们这些门徒的酒。 所以彼得就拒绝,说不可能,永远不可以。 因为这个不合封锁。 那但是主耶稣回他一句话。 就是第八节,主耶稣不勉强彼得。 但是主耶稣只是告诉他,如果你拒绝我洗脚,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就是,我若不洗你,你咒与我无份。 没有关系的意思。 这个很严重,彼得听了懂。 如果今天有一个爸爸跟儿子说,以后我死了,你没得分家产。 你的名字不在我遗嘱里面。 你的名字不在我遗嘱里面。 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第一,代表他们两个关系很不好。 那以后呢,就没有份了,没有爸爸的任何的东西了。 主耶稣要洗彼得的脚。 要彼得跟他有份。 那如果彼得说不要, 好了,那你现在不要,以后天国你也不要了。 你没有得分家产说,为什么要那么严重。 神的话就是要去遵行。 所以这个洗脚里不是一个犹太的风俗。 主耶稣说,这个是跟得救有关系。 还是一个得救的奥秘。 今天可惜,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教会,他们虽然很爱主,也去守礼拜,做很多好事。 但是他们不明白洗脚里的重要。 他们不知道每一个受洗过的基督徒,都要马上接受主耶稣的洗脚。 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拒绝。 他们可能不知道,或者是拒绝。 但是感谢神。 圣灵建立真教会。 是一个得救的唯一的真教会。 因为这圣灵将这个真理给教会。 所以从一九一七年开始, 每一个受洗过的人, 马上回到教会, 要接受主耶稣的洗脚。 当然这个洗脚是透过神的工人去执行。 但是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其实就是主耶稣替这些新受洗的来洗脚。 所以我们这九位新受洗的同灵。 等一下神的工人帮你们洗脚的时候。 你心中要非常的感谢啊。 你今天想想看,加拿大的总理有可能帮你洗脚吗? 英国女王有可能帮你洗脚吗? 这个都不可能发生。 但是天上至高的神, 耶稣基督竟然爱你,爱到愿意为你洗脚。 让你与祂有份。 所以这个是要我们最感动的。 那洗脚里也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了主的人。 虽然我们的脚以前已经被主耶稣洗过了, 但是看到今天别人被洗脚,我们的心也再一次被激动起来。 那到底洗脚里教训我们什么? 第一点,告诉我们,主太爱我们了。 我们看第一节。 这里说,于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贵妇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界熟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原来洗脚里的动力跟动机就是主耶稣爱门徒。 一般人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没有空去想别人了。 比如说明天你要去开一个很大的刀, 你今天会去医院访问别人吗? 你说,我自己明天要开刀,我要好好休息。 主耶稣快要被卖了。 但祂想到的不是自己。 祂想到这些门徒还是太软弱了。 他要吵架,又没胆。 还有呢,彼此之间呢有一些心结。 还有呢,有一个还要去卖他。 训练了三年,如果你看到你训练了三年的学生有这种表现。 如果换我们啊,这两个字,这就是吐血。 教了,给你看了那么多神迹。 讲那么多道理,完全没用。 还有一个准备要卖我,你不吐不吐血。 气死人。 祂主耶稣就是不一样。 这一群那么不正经的门徒, 所以说还是爱他们。 还不单只是爱一半,还要爱到底啊。 已经不可爱了,还是爱。 没有人爱了,他还爱了。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们会吐血,主耶稣看到他会想帮他洗脚呢? 因为主耶稣看他们的角度,跟我们看他的角度不一样。 我们人都是用比较批判的感觉去看别人的软弱。 主耶稣的眼光就是用父母的角度来看孩子。 他那么不乖啊,如果帮他洗个脚,可能他会改变啊。 他那么软弱,我爱他多一点,他可能会醒过来。 所以这个爱啊,是真正能够感动门徒的。 当下可能没有感动到。 但是他们以后回想起来,一定很感动。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可以去爱别人。 我们一定要用主耶稣的眼光去爱别人。 你用主耶稣的眼光去看别人,才有办法用主耶稣的爱去爱别人。 主耶稣看他们是什么? 赎自己的,他们是我的,再不乖也是我的。 我们有没有学主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用主耶稣的眼光去看熟主耶稣的人呢? 爱家人不难。 爱朋友也不难。 爱那个好看的,很可爱的也不难。 爱那个要骂你,要打你,要欺负你的人都很难。 但是,主耶稣做到了。 祂要我们每次洗脚里想起这个爱。 洗脚里第二点也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中的圣洁。 第二节,示范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家里人犹大的心里。 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一个跟了耶稣三年的人,怎么可能会卖主。 其实人有可能做任何的事情。 最诚实的人,有可能做最不诚实的事。 曾经很爱主的人,有可能有一天会把耶稣卖掉。 只要有这种环境,有这种引诱。 最重要是你自己把你的心打开,让这个引诱进来。 因为撒旦已经把这个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了。 我们要想想哦,犹大他领了耶稣的洗脚。 他也领了耶稣的圣餐,但是他最后也是卖主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想一想,我们坐在这里,领耶稣的洗脚,领耶稣的圣餐。 但是撒旦有没有把一些不该有的想法,不该有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呢? 如果刚刚放进来,我们要赶快祷告,求耶稣帮他拿走。 一些贪心的意念。 一些男女之间淫乱的意念。 或者是你对某某人很生气,很愤恨的意念。 魔鬼就是这几招而已。 所以为什么要看我们要纪念洗脚里? 不单只是我们的脚要被圣职人员封绝耶稣的圣明洗一次。 属灵上我们要常常被洗。 要常常来聚会。 听神的话语。 这样我们的心就被洗干净。 我们的行为就改变,这样我们跟主耶稣就越来越像。 再来洗脚里告诉我们,要谦卑地服侍。 我们看第四节。 咒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缩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咒洗门徒的脚,又用自己所缩的手巾。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时候把他的身份放下了。 身份用这个座位的次序来看得出来。 他本来是主席位的,起来了。 今天有人问,你们教会谁最大? 因为在外教会都有最高的领导人。 有一些教会,长老最大,所以叫长老会。 有一些教会,牧师最大。 有一些教会,教皇最大。 还有之下,还有很多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基督。 他不要他的位置。 还有他不要他的这个老师的衣服。 今天我们受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放得下自己的身段。 没有错,我们可能过去在社会,或者现在在社会,也有某种的这个身份。 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弟兄姐妹。 彼此不比较,不谈论世界的这些成就。 常常看到教会弟兄姐妹服侍了,都很感动。 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那个马桶塞住了。 哇,那塞住怎么办? 用那个喷,那个也没有办法通。 有一个负责人。 他在外面是一个专业人士。 但是他衣服用起来,手套一戴, 伸进去里面,把一些脏东西挖出来。 把他清那个厕所。 他在外面是绝对不会做这种工作的。 因为办公室一定有清洁工。 这是神的家,没有分离我。 有需要我们这位主耶稣服。 所以今天我们九位信收洗的同龄。 我们之前的身份是慕道者。 慕道者之理什么都不用做。 人家说,啊,来喝茶了。 多吃一点啊。 送给你纪念品啊。 有一些慕道者就调整不过来。 怎么收洗,之后下个礼拜,人家就叫我去洗碗了。 之前是客人。 现在当了家人了。 你说家人好还是客人好? 你在神的家当家人,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家是属于你的。 当客人是来一下就走的,这个家不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的人生的方向就是要服侍主。 人生是以服侍主为最高的目标。 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些道理之后,一个一个帮他们洗脚,提醒他们要彼此相爱。 那我们看第十五节,我给你们做的榜让,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为什么我们今天去哪里传福音,要奉耶稣的名洗脚? 正位第十五节这里说的。 给了你榜让,请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 主耶稣向门徒做的是一次的洗脚礼。 只有主耶稣洗门徒,门徒没有洗耶稣。 这个是一次性典礼的洗脚礼。 跟德就有关了。 但是第十诗节呢? 请读题诗节。 这是说,另外一种洗脚,不是典礼。 这也是彼此洗脚是教训性的。 如果你今天得罪了谁,或是你觉得谁得罪你, 或是你觉得别人得罪你, 你主动去跟他和好, 不要放在心里。 他说,兄弟姐妹,我们过去这样子放在心里,这样不对。 或是你觉得我哪里不好,你告诉我。 我愿意悔改。 如果你觉得我跟你悔改不够。 现在我去厨房,拿一盘水出来,帮你洗脚。 这个要很大的勇气才有办法讲出来。 但是如果你做得出来, 对方也会说,好,那我也拿一盘出来,我再帮你洗吧。 如果大家说,既然我们都和好了,就不用洗了,也可以。 最重要是心中不要存着怨恨。 因为我们以后要一起进天国了。 那西脚里的道理,我们都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请慧众唱两百九十五首。 我们请新收集的同龄,把鞋子脱掉,把袜子也脱掉。 在蒙喜的时候,心中莫祷,想念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这九位同龄们,看看你们自己的脚。 感觉一下你的脚,感不干净? 这些脚都是主耶稣洗过的。 希望你们用这些脚带你们常常来教会。 带你们常常走天国的道路。 努力传福音。 愿主耶稣与你们同在。 希加利到这里,同心莫等。 我们会继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